那時候L.A. Boys是最紅的 然後我是新人 然後在什麼棚就見到了 然後我在那邊在補妝 然後我很害怕 很害羞 然後我聽說那天L.A. Boys會在 好緊張... 然後他就走過來 Ayo...Cocco 之後我已經當歌手之後 我要回去這個大學 我想去大學 然後不知道要去哪裡了 然後Jeff就說 其實說Jeff那人真的是非常好 他很照顧所有的朋友 然後我到Irvine的時候 他真的所有的朋友介紹給我 然後真的是我們一起玩 就讓我不會這麼寂寞 可能說Jeff是很照顧他朋友的一個人 很講義氣的人 因為我第一次見到Jeff的時候 那時候L.A. Boys是最紅的 然後我是新人 然後在什麼棚就見到了 然後我在那邊在補妝 然後我很害怕 很害羞 然後我聽說那天L.A. Boys會在 好緊張... 然後他就走過來 Ayo...Cocco 我覺得他好可愛 我不認識他 可是就馬上就有那種親切感 因為他知道我是... 就是好像ABC這樣子 然後我就聊天 其實之後呢 我已經當歌手之後 我要回去這個大學 我想去大學 然後不知道要去哪裡了 然後Jeff就說 你來Irvine... 沒有 他說 你來Irvine嗎 Irvine我叫我 Irvine有你 大哥 請問一下 你們都是用這招來接近女生嗎 對啊... 沒有 其實就是說 Jeff那人真的是非常好 他很照顧所有的朋友 然後我一到Irvine的時候 他真的所有的朋友介紹給我 然後真的是 就我們一起玩 就讓我不會這麼寂寞 互相照顧 人超好 他也... 你超正的啦 說實在的 有沒有特補那一天 因為今天來這四個 已經很瘋狂了 就對你們的一些行為 都會模仿什麼 你們有沒有遇到更瘋狂的 就是看到你 就幾乎已經打扮成Coco 跟一模一樣 或是特別愛妳 我記得是在韓國的時候 去做這個宣傳 然後呢 我是去這個女生的學校 這個大學 然後我在想 我是第一次去韓國做宣傳 那是一個表演 然後我是唱最後 我想他們應該不知道我是誰 可是我出場的時候呢 我覺得他們好像韓國 那個主持人說說什麼什麼 然後咕咕咕咛 然後他們就... 然後想 那是我 然後之後我一出去呢 就看到很多那個... 布條是不是 布條都是Coco Lee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就 我記得那一次 我...就是做什麼樣的動作 韓國的歌名真的很瘋狂 做什麼樣 就是這樣子 他們就啊 這樣子就啊 什麼什麼動作啊 一下 然後呢 我... 我跳下去這個舞台 跳下去 就是跟觀眾一起 然後那時候就 真是差一點包都在 所有人都衝到那個時候 就好像就是每個人就要碰到 就是要摸到你這樣 碰到一下也高興 對 真的是被刮傷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 其實有點危險 然後之後整個表演完了之後呢 我們上這個車子呢 終於被發現了 那些女同學 這全部都是女同學 他們就把我們的那個車子包圍了 我們的車子是這樣 換來換去 然後走不了啊 然後就在那邊還待了 就是一直出不去這樣子 然後就靠很多的工作人員 去把他們刪開這樣子 那你就暴動了 那...你看 這麼多的Fancy 看到你們會很緊張 那你們自己有沒有看到 什麼樣的巨星 你們會緊張 Michael Jackson吧 看到他還是會緊張 妳有見過他的本人 就第一次的時候 就99年的時候 所以我看到他的時候還是 第一次就是因為 從小就喜歡他的音樂嘛 十年前耶 對...十年前 然後呢 就去後台去跟他見面的時候呢 是在想著 Oh my God 就是從小喜歡的這個偶像 終於有機會看到他 整個是會很緊張 會慌 可是然後就介紹 我說Hi Michael 我是Coco Lee So nice to meet you 然後他就一直看著我 然後就說 Coco Coco 他就一直講我的名字 他就一直講我的名字 然後就一直講我的名字 然後因為他真的是一個 很可愛的一個 那你用什麼回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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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對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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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這樣子 不好意思 這樣子 沒有啦 就是真的 對... 就很開心 OK... 還是會緊張 因為Michael Jackson就是超級巨星 對...